10月14日 为顺应广大华人市场需求 首家中文电信营业厅在八区欧洲广场开业 从此广大华人可以用汉语进行交流办理业务 中文电信营业厅网点的建立 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在国际地位的提高 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 融入当地社会迈出的坚持一步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商务参赞周新健在致辞中表示 该营业厅的开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体现了随着中国的崛起 海外华人华侨越来越受到当地主流媒体的关注和重视 目前中兄两国关系正处在历史的高峰 虽然这是第一家此类机构 但相信随着两国关系的屡创新高 致力于服务本地华人客户的机构 也将遍地开花 开业仪式由匈牙利中文电信营业厅总经理苏乔为主持 匈牙利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1年 是匈牙利第一大电信运营商 也是屡胸华人耳熟能详的三菱台移动电话运营商 经营固定电话、移动电话、宽带接入等电信服务 其母公司为全球第六大电信运营集团 德国电信 业务范围覆盖全球50个国家 对不起